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下星期二晚上10時 欲敏匯客室 恩順稱義,陳日君 今天我們的嘉賓就是陳日君書記 教會這邊人人都有不同的原則 我的原則我不會攻擊教眾 但因為我知道 從我和梵特江的交易 我知道梵特江不對教宗 所以我現在批評的是教廷 不是教宗 即是批評政府 但還是很危險 因為平常教廷怎麼做 是用教廷做事 但我想過了 如果我不說這些話 教廷做的壞事 因為是教宗做的 現在我說教廷未必可以教宗 你還是維護教宗 恩順稱義,陳日君 下星期二晚上10時 賣Radio.hk 欲敏匯客室 千萬不要錯過 天地有正氣 天地有正氣 你兩個混蛋,壞到鼻 獨立思考 思考獨立 一個時機 捲土再起 天地有正氣 主持,姚冠東,阿雲 好,回來第三節的天地有正氣 整集都是說香港關係法 報告 竟然震撼彈 打出來要取消 揚言說要重新檢視 香港關係法 美國政府對香港的一個政策 他是不是第一次這樣說 第一次 據我記得 真真正正地 將香港提上 這麼高的層次 基本上是第一次 這份報告也相當詳盡 相當詳細 羅列了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 羅列了中共如何粗暴干預香港的事務 特區政府如何犧牲自己的自治 所作所為 這是相當詳盡的 我甚至覺得這份報告 是讓你特區政府和你中共的官員學習的 其實很熟悉的 裡面說的東西 我們全部都知道 我們其實是天地有正氣的 以及我以前的政治評論節目裡面的大集會 除了這些事情 那是事實來的 人家不是說屈你 人家不同你特區政府 或者中共官員這些 什麼東西 就是 什麼 勾講的 什麼不成立 不是那些 不是那些 不是四字詞語 人家不是說四字詞語 人家是全部有事件 羅列你自己判斷是不是 是啊 還要神論報告是 寫得很詳盡 好 齊綱結領 有了人名 誰說了什麼 說話 是清清楚楚 不是那些 那些 張建宗那些 什麼外國傳媒和人士 對香港實際認識不足 不是那些 什麼人士 什麼東西 人家有名 指名道姓 開名 神經病 這是一份 國會的報告 提上美國國會的 是啊 所以裡面有些事情 香港政制發展 他就說到 香港一些近年發生的 書箱的事件 就是銅鑼灣書店的事件 也都說到 立即說到 這個DQ的事件 很多要被DQ 甚至要填這個 梁振英搞出來的 要填確認書的 他完全有寫在裡面 喂 現在人家不是屈你 你梁振英 你梁振英這樣粗暴地 令到立法會有篩選 有釋法 有釋法 你是粗暴破壞 已經說了 我告訴你 你是粗暴破壞民主制度 而這個制度 而這個制度 是你確認書這件事 先不要說釋法 不要說宣誓釋法 你有確認書這件事 就已經是粗暴破壞了 這個民主的選舉 因為現在有篩選的選舉 這是梁振英破壞香港民主 一個最大最大的罪證 罪行 你們這些民主派 有沒有說過 你現在簽得屌你了 很開心 你們這些人 簽確認書簽得很開心 最重要是自己入閣 你們這些民主派 是醜不醜 基本上 又說回 要你簽確認書這件事 已經破壞了程序 根本上如果你真的想有這件事 如果跟隨程序 你要立法會審議了才行 通過了才行 那時候根本就是粗暴干預 已經有提到宣誓的事件 這個確認書也要 確認了你的效忠 所有人大的釋法 都說得很清楚 有提到出來的 是完全 這裏也引述了陳方安生的一個說話 好笑 傳媒沒有提過陳方安生的名字 但別人在報告裏面是分別了一段出來 是直接說出來的 他主要是說 陳方安生說的 是關於習近平的任期的 這麼有趣 他說這樣的任期 他說他現在擔心 他現在擔心習近平 會更加 隨著習近平的一路管治 他會更加覺得北京 會對香港的管治 找得更加緊 亦都會繼續 承認香港的法治 和他們的核心價值 和他們的生活方式 普選也不用想 亦都會繼續 退後 為何要問陳方安生 為何要說出陳方安生 是正人來的 所以他們經常說這些人 是甚麼自毀長勝 其實我想是在說陳方安生 是 因為他們最討厭這些人 是 這些就是我狠狗 你不如說陳方安生 例如你駁斥他 你駁斥他 對 你駁斥他 我是林鄭月 我就駁斥陳方安生 是 我就駁斥他 沒有證據顯示 習近平的領導 是會令到香港的管治收窄 你不敢說 你沒有駁斥你不夠僵說 你那賊頭 你是知客 你老妹 你是政治知客 林鄭月娥說 你夠欺膽說 還有她以前的阿姐 你夠欺膽嗎 是不是 你又不夠欺膽 屌你了 那你說什麼 有些人 有些人 那些人 你指明道姓 好鬼祟 經常說這些 有些人 一個欺膽就是 北京對香港的高壓管治提升 即是上升 香港更加加速 提升對香港的高壓管治 他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他一舉 在十九大裏面 提出的全面管治權 關於全面管治權 以及香港政制一國兩制白皮書 幾年前頒布的一國兩制白皮書 這也是一國兩制白皮書 根據國務院的香港一國兩制白皮書 如果根據他看 完全不只是全面管治權 那麼簡單 一國兩制是當然無存的 是不是 不是你說 一國兩制有就有的 林鄭月娥 不是你 林鄭月娥張建宗說有就有 陳智思在那裡說有就有的 這些東西 老米虎 這些賊頭 都寫到明了 剛才你說的十九大 已經寫到明了 還照什麼位長城 他就很聰明 有提理名的 張曉明 有提理名的 他就引述 張曉明說 一小撮的人 拒絕承認北京在香港的全面管治權 也不斷在說全面管治權問題 中間有一段挺有趣的 就是在第十三屆傳會 很搞笑 他提到總理李克強沒有說到香港這個 港人治港這句話沒有了 甚至說 余正星也說到沒有了這個 一國兩制 沒有了 即是說到香港了香港的時候 好笑的 解釋了 因為通常這些沒有說 即是很嚴重 即是在中共的傳統上 特地訪問了一個泛民的律師 Andrew Wynn是誰 Andrew Wynn 不知道是尹兆堅還是誰 不知道 他們說如果沒有說 就是什麼 這些人在說三道死 然後他也說到立法院的補選 他簡直是說補選 他說Let's go by election Thirder constraints pro-democracy political voices 他說到在上次的補選事件裏 周庭的淫島集 很多自決派的人島集 都是對香港民主參選權的打壓 所以整份他也說了很多 例如23條的立法 解釋了很多這些事情 也說到馬海的事件 近於馬海是說上星期 這兩個星期的事 馬海事件進一步收窄香港的結社 結社的字 又說民族黨 他有舉個民族黨 取締民族黨的例子 用一條以前屌你 很過時的公安法 人家很詳細 他比香港人更加了解香港 這份報告 他比你香港的所有屌你 傳媒機構更加了解 人家是很公平的 我想他比北京政府更加了解香港 香港人家實際的情況 你這群共產黨中國官員 你中聯辦爭射面 你老母子欺負你 醜不醜 這份報告 你捨不捨得回 很簡單 你經常說人家是說三道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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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經常說人家是說你 好啊 你講澳辦 你寫一份這樣的報告出來 有證據的 反過來的 就說 港澳辦對香港的一國兩制 一國兩制成功實施的報告 你講吧 嗯嗯嗯 不只是什麼 堅實穩定啊 不是什麼高度自治啊 仍然享有集會自由那些 是有證據 齊綱結領 開宗名譽 結構清晰 這樣挪裂出來 你不是說結構清晰嗎 即是 你講出實質例子 我們的人權沒有倒退 我們民主沒有倒退 你說啊 我們言論自由 結社自由 集會自由 沒有倒退 你說啊 我們的司法制度 沒有倒退 你說啊 釋法了多少次啊 現在請人大釋法了多少次啊 嗯嗯嗯嗯 梁天琦為什麼在坐牢啊 這麼多議事為什麼在坐牢啊 嗯 為什麼啊 為什麼取替香港民族黨啊 你說啊 如果你中國的國務院 能夠有一份這樣的報告 或者是人大 或者是港澳辦也好 主管香港事務也好 你張曉明 寫到半份這些報告出來 你老母 我批個頭給你坐椅子 我一輩子都不能再批評中共啊 哈哈哈哈 我一輩子支持中國共產黨啊 如果你寫到這樣的報告出來 不是 他一定寫到的 他用自己 都寫不到 中國邏輯 這樣去寫啊 用中國邏輯 你怎麼寫 我講的是這類報告啊 我講的是這類報告 真的有實質的例子 有實質的人物 你真的會見過誰誰 講過什麼什麼什麼 是不是 你沒有啊 包括你那些所謂的泛民主派 也好 非建制派的所謂的政客 你政客 有沒有人家屌你 有沒有那麼長進羅列 現在屌你 香港是實況 是不是 你建制派 屌你老母 那麼多人 那麼多人出糧 那麼多人吃飯 你中聯辦那麼大座大廈 你逐點駁斥 別人沒有說錯你啊 你逐點駁斥啊 馬海事件 到今天屌你老母 是大律師工會 屌你老母 前幾天才出一份聲明 她那份聲明 跟我天地有正氣 說這一刻模一樣 一模一樣 跟我上集節目 你犯了哪條法例啊 你馬海到底 因為什麼出入境政策 而令到他入不入境啊 你香港政府不斷說 我們有自己既定的屌 你什麼出入境政策 是什麼狠的政策 是什麼狠的政策 是什麼狠的 是什麼狠的 沒有啊 你整班狠的 你這班特區政府官員 尤其是林鄭月娥 到現在都由慎 就是永遠 勾吹媽媽 在那裡勾吹 為什麼他可以勾吹啊 沒有人追問他嘛 沒有人監察他 沒有人追問他 傳媒不懂得問 沒有人問 傳媒被收編 全部都是垃圾來的 香港的媒體 垃圾 香港的媒體 垃圾 除了友善之外 全部都是垃圾 我講的 多謝 我原來夠敢講 怎麼會這樣帶得我 除了鬧和基保 全部都是垃圾 我講傳媒老闆 不是記者新聞工作者 越講越多 越說越多 不要說謊規 現在越粒越大 不要說話 還要再講這單報告 小弟也有很多朋友 好朋友是做記者 講些國報告 香港的第四權 傳媒監察不力 因為這些傳媒老闆 全部都收編了 蘋果是垃圾 不用說話 蘋果是由老闆 到老總到記者 都是垃圾 整班都是垃圾 沒有人去批評 沒有人繼續追問 沒有人去調查 沒有資源沒有錢 沒有人看報紙 香港港豬當然是有重大的責任 一會兒才到他們 第二件事就是建制派 建制派 不不不 這個民主派 在立法會裡面完全失效 你們這些民主派 其實你們在立法會裡面做什麼 你們在做什麼 你們這些賊頭 你們這些民主派 拿這麼多選票進去 你們又說守住關鍵 一直又說守住庫房 你們又什麼事情可以守得到 你不批評他 是不批評他 是不批評的 是不 到底是什麼 你找入境處的處長 來交代一下 是不 沒有的 沒有的 是不 是不 那些人 那麼多事情 這麼大的事情 莫乃光講 無端講 你什麼科技行業 那些人是不是智障 那些人是非建制派 其實現在差不多 是建制派和非建制派 所謂民主派立法會議員不該你 屌你老母 你老老實實說我貪錢 我只是希望有薪水 我只是希望有九萬六 你說就可以了 屌你老母 現在很明顯就是了 這份報告裏面提過的每一件事 你們這班所謂有票的立法會議員 有沒有做過一件事 除了搞濕溝遊行之外 有沒有在建制裏面 有沒有在這個立法會裏面做過一件事 去繼續追究這些事 馬海屌你老母 DQ 全部沒有的 那你不能追究 第四拳就不能報你 不能批評你 你這些立法會議員不能追究 那你的特區政府就可以為所欲為 屌你老母 越做越離譜 有因必有果 其實這件事 我覺得不是你只是屌家特區政府沒有用的 因為你已經欠缺了一個監察的系統 已經失行了 我四年前 不是 16年的時候 兩年前 立法會剛剛選完之後 我已經說這一屆立法會已經是廢了 因為是垃圾會來的了 抄回我2016年的節目聽 我已經說了 那現在就是顯示到你這群 所謂二十幾個法民立法會議員就是垃圾 你這群 不過建制派都是垃圾 建制派都是垃圾 如果你今天聽一些主流電台的節目 我每逢星期五都聽 聽一些主流電台的所謂時事平衡節目 晚上七點的那個 我屌你老母還在討論一個話題 為何西九保選的氣氛這麼冷淡 你問啊 你還拿出來研究嗎 屌你老母 你還在說為何這麼冷淡 你還問啊 你那些人 你都不說啊 你說 是嗎 瘋狂蟬 現在發展到這樣 再選多一個再選來把人 我家裡理你 真是把屁嗎 是嗎 還擔心嗎 屌你老母 真的不擔心 反過來我問你 李卓人 好了 你屌你了 面對這些你有什麼看法 面對香港關係法 你有什麼看法 守住關鍵 我屌你了好不好 今天屌你了 我看到好像是 不知道是 唐主還是誰的Facebook在說 屌你老母 在說六四 還在說六四 李卓人在做世大會說六四 我很想在下面留言 正常 他們那些賊頭有什麼 懂得做 這些所謂民主派的賊頭 還有什麼懂得做 你選他那些人 屌你老母 他有多少票 他有多少票選李卓人的 全部屌你老母 全部都是個傻子 我告訴你 這些選民 全部都是個傻子 屌你老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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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班人選這班人 屌頭出來 屌你老母 接下來沒有人再選 現在還說屌你老母 我Facebook裡面很多 麻煩你全部 你全部 你那些所謂黃屍體 泛民支持者 又說屌你老母 含淚投票那些 又說屌你老母 保住關鍵一直 那些Facebook網友 麻煩你屌你老母 馬上問我 麻煩你 現在還在支持泛民那些 沒有point 現在發展 人家屌你老母 美國老闆這件事 真是屌你 法治 他怎麼說 法治受影響 完全是 人家不是就這樣 做一段 像你施政報告那樣 咬吹的 一地兩檢 國歌法 全部是屌你老母 有個框框告訴你 桂民海事件 林榮基和李波的事件 有個框框的人 在這份報告裏面 小知識 告訴你 我不是屈她的 2015年發生了這些事 這整份事 還有說什麼 這個指控林鄭 正啊 Decline Freedom of Expression 表達的自由 受到Decline 崩潰 Decline 不是減低 不是受影響 Decline Decline Freedom of Expression 就說什麼呢 北京更加 就 對了 林鄭 是一個 林鄭 就 身為特區政府的首長 在2017年7月 更加 打壓香港的公民社會 和泛民的聲音 更加影響香港的集會自由 言論自由 之類的 這就是我剛才所說的 前面有一段 他說 自從習近平上台之後 加上林鄭月娥 在去年7月 即是上任以來 他就更加打壓香港的 什麼 那裏面有些什麼呢 梁天琦案 有這個 涂謹申也有份說的 有提到的 其實是說什麼呢 其實是說什麼呢 就是這幾年 特區政府所作所為的一個成績表 他也說到 自我審查 也說到 帶擾學術的自由 都受到影響 對了 他這裏是說 就是我剛才所說的 就是用一條過時的公安條例 都說 彭定康都說 這些是完全是 打算去reform的 打算去改善的公安條例 現在他們又拿出來 用來檢控梁天琦 這些事情 是很難事實 你夠膽說不是 林鄭你不是 說得這麼真 你特區政府說得沒用 如果你覺得她說得不對 你就拿出一個報告 做點駁斥 什麼叫辯論 什麼叫回應 什麼叫辯論 就著你說的某一點 我現在指斥你 是說得不對 因為 我不是用一個過時的公安條例 你不是說你夠膽的話 如果是事實的話 不是 那樣讓人全部 下下條條 乔乔乔 乔乔乔都入到你 正一正 一此更逼 對 然後後面再精彩 繼續說 那些什麼一帶一路 用GDP來講 用你GDP的佔比 工業佔比 大灣區的其實是什麼 他就解釋給你聽大灣區是什麼 將會中國打算在大灣區 建立一個很厲害的金融盒 這個潛台前就說 會要脅美國的地位 而特區政府 不斷熱切參加這個 所以我們是時候必要 檢討香港關係法 所以我們現在 要去到一個結論的環節 那你又覺得怎樣呢 即是我自己 你說了很多 分析得很好 我自己這幾天 這兩天 都有一些網友 都會說 好啊 焦土啊 其實我會覺得 其實如果真的 沒有了這個香港關係法 對我們普通市民 都很大影響 例如剛才所說的 護照啊 關稅啊等等 經濟啊等等 那是很嚴重的 真是很嚴重的 但是我自己會覺得 我又不是想焦土的 我又想 其實 既然這份報告 每次都入到這麼重 那 人家都是講事實 那如果人家真的要 要取消這個 香港的關係法 你 都沒有得很吵 你真的沒有得很吵 我真的想 如果 真是繼續有香港關係法 一國兩制 繼續做個樣子 那 死的會是哪些呢 就是我們這些星斗市民 沒錯 那 但是如果 沒有了香港政策法 大家一起死的 大家都會獲屬的 那 既然我橫死怎麼死 我當然想想一起死的 是 這樣 有幾點 我想總結一下 這件事件 第一 這件事件 跟香港 其實 不是很大 最大的關係 不是香港 這個 取消香港關係法 其實 是中美貿易戰 裡面的其中一步 也是其中一個 關乎到香港的 其中一步 所以 成局 大家要提升到 中美的戰略層面 去看 不可以只看 香港關係法 搞我們香港 還要搞好我們香港 哪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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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是想搞你香港 即是 美國對香港 I don't give a shit 香港有沒有民主 那裏的策势 香港有沒有DQ 那裏的策势 為什麼要做這份 這樣的報告 為什麼我要搞這麼多的事情 其實 這些事件 全部都是talk to presidency 全部都是talk to 這個習近平 talk to這個 中共政權 他告訴你 你不要以為 香港 你不要以為香港 可以用來做 逃生門 你不要想著 拿香港來出鼓劃 簡單來說 不要想著出鼓劃 香港是不能出鼓劃的 我有香港關係法 我隨時可以DQ 香港關係法 隨時可以沒有 所以看這整件事上面 這個香港關係法事件 加上這個 整個事件 不想著是你 不想著是你 只是香港的事件 此其一 第二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所謂的美國國會報告 就是清楚 長盡地告訴你 這個特區政府 是對香港特區政府管治 派一個 相當之詳細的成績表 就是自從梁振英 2012年上台之後 是對香港種種的 破壞對民主法治 對香港自由 對香港所有崩壞的事件 一次過大總結 大羅列 我告訴你 也對香港公民社會 就是這麼慘烈的 他講的沒有一樣的 是假的 什麼自由受 法治受到影響 你不能解釋 是不是 如果你特區政府 可以反擊 我拜託你 逐點屌他 你不行 因為他講的全部都是事實 我作為一個普通香港人 我能夠作證 他這份美國的 國會報告 所講的全部都是事實 他人家講事實 沒有評論你 人家講的當然是事實 事件來的 對嗎 這件事 第二件事 我覺得 你們這班特區政府 你們胡作非為 由梁振英開始 到林鄭月娥 完全胡作非為 破壞朝綱 破壞了整個特區政府的制度 破壞了香港賴以成功的制度 和核心價值的嚴重破壞 由梁振英開始到林鄭月娥 完全破壞了 是不是 不是沒有後果的 現在告訴你 所以現在就是第三點 我想說 你們特區政府 這些惡行 這些東西 不算是沒有後果的 而這個後果是什麼 就是第四點 我想說 就是我們香港星斗市民 和你們這班特區政府 和你們這班的賣港賊 一起陪葬 真正的自毀我們長城 就是你特區政府 及其賣港賊屯貨 包括董建華這些賊頭皮 包括香港團結基金 這些傻人 人家說得很清楚 完全是這樣 所以這件事 如果將來 是不是真的通過 我想說 不是那麼容易 他是不是那麼容易 可以廢除香港關係法 如果一旦廢除香港關係法 我想說 這個惡果是很嚴重 對香港是滅頂之災 對香港一定是滅頂之災 香港關係法取消 英國就會重新檢視 中英聯合聲明 對香港的優惠待遇 不用考慮 大家的合作 不斷再搞合作 日本、韓國一沉百彩 還有其他 香港一直都參與的 國際間的機構組織 重新檢視 你都投行 不是馬上斷 我不會像那些 白痴評論員 說馬上斷 你檢視也煩 紅十字會也檢視 所有國際組織也檢視 所有非政府組織也好 國際組織也好 全部想想 你在香港還敢不敢 你檢視也會死 就是說 整件事將會帶來災難性 毀滅性的後果 對於香港 在國際上 甚至對香港的經濟 營商環境 你檢視聯繫匯率 你覺得香港的房子和股票會跌多少 哈哈哈哈 你說不會嗎 要瘋狂線 是很嚴重的事 所以 這些呢 有些網友都說 這些是真正焦土 別人 接著把本土派 別人這些就是真焦土 不是說 投一票給陳凱欣 你就焦土 別這麼狠狗 別人這些才是真焦土 別人幫你焦土 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 下星期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